其實世界戲是我後來作品做完之後 然後就開始思考我要怎麼跟別人談我的創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看一些書 那時候發現有一個日本的思想家 他叫東浩基 他在2003年的時候 他提出了世界戲這個名詞 這個概念就是說指涉的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 它是沒有界線的 所以它是一個流動的 這個思想的概念我覺得很有趣 就等於是一個大家都是地球人 大家都是宇宙人 這種很宏觀的視野 然後他的主角設定也很單純 就是你跟我這樣子很單純的設定 所以每一個人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就是主角 《懺悔寺》那一件作品 就是一樣是訪問不同國家的青少年 跟大學生 那請他們講述用自己的母語說 嘿 Siri 什麼是戰爭 那他們每一個人用自己的母語講 其實觀眾是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那當然會知道就是 有某一個人他講了英文的時候 所有的觀眾會突然理解 喔原來是在講這個 那在這個時刻呢 因為我是創作了一個 懺悔式的教堂的形象 那這些即將上戰場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穿著盔甲 然後是詢問觀眾說 我們為什麼要打仗 所以我們一般進入懺悔式 是我們跟神父懺悔 可是這一次的觀眾跟影像中的人的立場是對調的 所以我們變成每一個觀眾都變成神父的角色